黑龙江哈尔滨岩寿县六团镇东安村曾经是一个贫困的小山村 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后 东安村通过扶贫政策和县里的企业进行合作 在村里发展了肉鸡养殖水稻种植等项目 产业多点开花一举甩掉了贫困的帽子 今天的百村脱贫记一起去东安村看一看 东安村村民侯蓉平几年前因为一场意外事故受伤 失去劳动能力的他只能在家养伤 没了收入来源被认定为贫困户 身体不好 这个数据也大了 这也挣不来钱了 你上外地干活人也没用了 数据不让了 现在相当难受了 2019年东安村建成了肉鸡养殖基地 并通过设置工艺港的方式 让侯蓉平实现了再就业 我不算太复杂 都是机械化 定点给食 水不让它缺了 屋里温度叫它达到了 机长的快 一插机一个人一个月能挣6000多块钱 心情上老好了 有收入了 2020年 肉鸡养殖项目的工艺港 共计发放岗位补贴约17万元 带动了44户像侯蓉平这样的贫困户 而这个项目正是东安村和企业合作的结果 这是严寿县的一家大型肉鸡加工厂 包括东安村在内附近二十几个村庄的村民 养的鸡都是送到这里来的 村民负责养鸡 企业负责加工销售 对两边来说 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方式 几年前 这家肉鸡加工厂 在严寿县刚投产运营就碰到了一个难题 附近村子的村民虽然养鸡 但基本都是散养 不成规模 这样加工厂采购不到足够的肉鸡 每天都特别地上火 因为企业 这个工厂投了一个多亿 如果产能不足呢 它的财务成本非常高 企业始终面临着啥呢 行情不好就亏损 行情好的时候也赚的钱非常少 因为成本太高了 通过县里的协调 东安村以及附近多个村庄和这家加工厂展开合作 建立肉鸡养殖基地 为加工厂提供肉鸡 这样一来 不仅原材料问题得到了解决 村子也找到了创收的项目 一直到今天从2万多只鸡 到现在的5万多只鸡 一天的日出的量 明年达到一天6万多只鸡 就是现在一直到年底 腊月27 我们的80%的产品已经定单 全部已经定出去了 就是老百姓养完鸡不愁卖 我们生产完的产品不愁销 鸭稻米种植也是东安村 这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个新产业 跟肉鸡养殖一样 鸭稻米种植的规模化 品牌化 同样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过去都是单打独斗 就是说每一家 它种30亩 它种20亩 就是说品种也不同意 到最后秋收的时候也不同意 有的收得早 有的收得晚 也没有加工能力 你只能是通过小商小贩 中间商把这个粮给你收走了 收走了利润之后 都让中间商挣走了 为了让零散种植的鸭稻米 形成产业 安爱学成立合作社 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咱们先是注册了品牌 注册了品牌之后 完了之后又做了无公害印证 通过这个层层的手续 就是说逐渐把它走向市场 走向市场 就是说逐渐有一点点知名度了之后 咱们又经过了电商平台 那时候就非常有信心 就是说不惜一切代价 必须把这事做成 而其中的关键一步 将水到加工程附加值更高的大米 也是借助了县里企业的力量 而且加工过程 并不需要村子直接出钱 我们的合作方式就是 在生产大米的过程当中 产生的米糠还有税米 作为我们企业的加工费用 这个米糠 我们可以卖到米糠油厂 和饲料厂 网络税米的可以卖到食品加工厂 2019年 压到米合作社的生产面积 达到350亩 能带动20户平坑户 每户年增收1000元 东安村过去一共有贫困户 87户162人 现在已经全部实现了高质量脱贫 靠的就是产业的带动 这些年来除了肉鸡和鸭道米之外 它们还发展出了光服 农机 粗粮加工 食用菌种植等产业 过去的贫困村 现在已经成了 人人羡慕的产业致富村 从台阳市记者 黑龙江严寿县 东安村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观看